咖标真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整理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边 我自己使用的一些咖啡的器具 那方便呢 最近想要购买咖啡器具的小伙伴来有一些参考 今天的这期视频 所有的器具都是没有品牌方联系的 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使用的感受 那关于价格和怎么样购买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搜看 那这款呢是喝肉的入门的Z3 它外观的这种切割的工艺 上边的这种棱角 当你在握的时候就感觉很舒服 另外下边这个螺丝口 它也是比较顺的这种 不会说在拧的时候它会卡顿 它的刻度也是可以从研磨一试 再到摩卡糊 再到手冲糊 它下边调节的刻度 其实是没有数字的参考的 所以说呢 你在调节的时候是需要自己来计数的 就整体很舒服 这个是将近1000块钱的样子 这个是泰摩的LITZ X Lite 我这个是绿色的 它的整体的这种设计感 以及一体化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在工业的设计领域 以及工业的这个制作的一个领域 已经是属于手末里边做的比较精致精细的一款了 你看它的上边是用条纹状来解决我们在握的时候的研磨时候的这样的一个阻力 下边的这个刀盘它是有可调节的这个数字参考的精细度是比较高的 它是半格半格的 所以说在调节的时候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要研磨的这样一个粗细度 你计一个数字就OK了 就比如如果要我做意识 那我可能我就要调到5到10之间这样的一个研磨度 如果我要是做手冲的 那我可能就要调到16到20之间这样的一个研磨度 你在倒过来的时候 它基本上它都不会掉下来的这种感觉 这个呢是我平时喝手冲的这样的一个研磨度 这款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发烧油 这款呢是我用了三年还是四年了 这是泰磨的鱼 当然这是老款的 就是它现在已经有新款的了 用到现在它的表面其实已经是有一些这种划痕了 我其实最喜欢的还是它的把手这块的握持感 很符合就是人手拿手柄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另外它的虎嘴连接的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一个线流阀的 它这个线流阀没有做到非常细 所以说呢你自己在注水的时候 你想稍微大一点也OK 想稍微小一点也OK 发挥的这个空间就会比较大 价格也不算是非常贵 OK那接下来是这款Fellow的这款 这款我也是用了有至少有三年了吧 用它的频率没有用泰磨的鱼的频率高 就是它这个把手的这个设计是真的是比较好看的 然后呢能让你想到它有点像是一个树枝的这种感觉对吧 装完水再去拿着它握的时候呢 你就总感觉它好像是有点 不是它别吻这个虎嘴连接壶身的这个线流阀 它做的非常非常小 使劲往外倒水 它其实水流也都是非常小的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想用这个壶烧完开水 喝开水的话 就是它真的是倒水出来非常非常慢 这个时候你就会打开盖子 直接这样倒 把水这个泡出来 就是我用完之后这个壶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 它只能做手冲咖啡 而且是你想要水流非常小的这种状态的手冲咖啡 你如果还是想用大水流来冲的话 那这个壶它其实是满足不了你的 两三百块钱想买一个电动的磨豆机 那我觉得也只有这一款了 这个欧辛利奇的第一代 就是它现在已经出到了第二代 但这个呢是第一代 它的这个刀盘也都是铸铁的刀盘 所以说呢它的硬度啊 包括它研磨的这个均匀的颗粒啊 就是不要去在乎了 毕竟它很便宜的同时 你自己又省力了 我觉得一分价钱一分货 如果你要是追求像手磨的研磨的颗粒效果的同时 你还想省力 那可能就真的要是花个好几千块钱 去买一台这种电动的磨豆机 示范一下的这个效果 打开开关 可以看它研磨的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 因为它的转速很慢 真的我觉得两百多块钱 大家真的不要去计较什么研磨效果了 那这款呢是泰磨的雕刻夹 那这款我之前有去做测评过 我那个时候做测评的时候 它是三千多块钱 现在已经变成四千多块钱了 所以说还涨价了 我之前做测评的时候呢 我就说它的定位是更适合咖啡馆的一台单品磨豆机 它并不适合家庭 因为这个价格 其实在家里面已经能买一台咖啡机了 对不对 有很多小伙伴接受不了它的价格 但是我觉得这台磨豆机 它的设计研磨效果 整体的体验 它是值这个价格的 只不过真的是 它的定位就是在咖啡馆里面使用的 从我用了这么长时间体验下来之后 我觉得这台磨豆机它能够挑剔的点 就只是价格了 每个小地方的一个设计上面 我觉得是没有地方可挑剔的 可能如果要是真的想要有一个让它改变的话 那可能就是说能不能加一个研磨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或者是能不能加一个研磨意识的版本 用了这么长时间了之后 我对它的满意度可以达到 如果满分十分的话 能达到8.5分吧 这两个咖啡杯呢 你看是我们之前和HoloHolo联名的一个 他们叫堆堆杯 那这个杯子呢 我用过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之后我才决定去跟他们做了联名 当然现在这个联名款你们已经买不到了 因为就只做了几百个已经卖完了 所以说如果你们想买的话 直接可以去HoloHolo他们的店去买 从携带性上以及从功能性上和外观上边 我自己真的非常非常满意的一款 我找了很长时间的这种哪款碎星杯不漏水的 我就只找到了这一块 就是里边如果要是纯装热水它也不会漏 特别是在夏天的节目中啊 你会经常看到它 因为它是有一个吸管的 做好的这个咖啡的之后就直接可以吸了 嗯 然后呢 吸管你也可以拆下来 就很方便清洗 好 那接下来呢 这款是Bluodo的 上面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就做的很传神 就好像是在盯着你看一样 嗯 如果你要是做拿铁的话 它做拉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因为它是双层的阔口的 保温效果也还不错 但是不是完全的保温杯啊 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密封的这个胶圈的 它就基本上不会露出来 喝的话是通过这边是有一个喝的口 直接这样喝 很多咖啡节你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听说在这个北京的那个咖啡节的时候 这个现场排队排的最长的 就是Bluodo这个品牌 咖啡不较之系列的 咖啡杯 那这个马克杯呢 它的容量是在330毫升左右 这个的话呢 其实我设计的是左手拿杯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平时我自己办公的时候 我会把杯子放在我的左手边 会在这边就是剪视频 打字 喝咖啡的时候呢 就直接用左手来端着喝了 所以我就把它的图案 包括文字的内圈 就打在这个方向了 它是加厚的 这种陶瓷的 它很厚 我们做的不多 所以说呢 也是属于限量版的 大家买了之后 可能就没有了 摩卡壶这个是比勒蒂的 国内的话 其实它的出现的频率非常非常高 对吧 因为它这个品牌 其实做的时间也比较久 也是发明了摩卡壶的品类的 这样的一个品牌 单伐和双伐的话呢 我自己其实更偏向于单伐的 双伐其实更适合做牛奶咖啡 单伐更适合做黑咖啡 我自己平时喝黑咖啡多一些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品牌的摩卡壶 这个摩卡壶是捷克的一个品牌 叫Tesco嘛 这个摩卡壶呢 它的设计跟比勒蒂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在细节的地方 愣角啊 是这种圆弧形的 另外它是9条边的 它不是8条边的 你看它连接把手的这个地方 刚好是一个边 那比勒蒂呢 连接把手的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角 它是三人份的 这个粉碗呢 它能装15克到18克的粉 做出来的咖啡会更浓一些 我用一个大一点的杯子 就比如300毫升以上的话 那这个粉碗其实就刚刚好 这个是一个奶泡机 这是Nespresso的第4代 它下面有4个按钮 这4个按钮呢 它是分别打冷奶泡 以及不同奶泡量的 这样的一个按钮 所以说它既能打冷奶泡 又能打热奶泡 它打出来的奶泡呢 其实是有点绵绵的 比较有这种支撑性的这种触感 比较明显的这种奶泡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啊 就是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就是我该怎么表达了 但是这个是我觉得我用下来的这个奶泡机了之后呢 我真的很满意 气铁石的这个旋钮 这个旋钮是要放进来的 加牛奶的时候 你不能没过它太多 没过它太多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把气体进入到这个牛奶里边 在单一的打奶泡这个功能上边 做的已经是非常完美的一款了 这是我真的很喜欢的一款 那这个拉花钢呢 是张元一老师 那它呢 是很多咖啡比赛的冠军 和咖啡的Kona这个品牌呢 联名做的这么一款 首先呢 在把手这个上面 就做了一些细节的处理 这个设计是为了能够有不同的捏钢姿势 手和这个地方呢 先贴合在一起 大拇指是需要靠在这边的 那另外我的这个食指呢 是要捏着它的 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握钢的 在比赛的时候 再加上紧张 那有一个这种舒适 以自己合适的这种握钢方式的时候 发挥的就会更好一些 它的钢嘴是做了一个流线型 以及外翻的这样一个处理的 在你呈现这种组合图的时候呢 它释放奶泡的这个线条会很细腻 如果要是没有外翻的话 可能你做完了之后 它会滴出来那么一滴 但这种的话 它就不会有那种情况发生 怎么说呢 它追求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 更加细分领域的一个产品 这个对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说 那这不就是一个拉花杠吗 但是要打比赛的咖啡师来说 它就真的是一个能够帮助到它的一个器具 这个小东西真的是强迫正神器 你知道吧 它是一个除尘吹 但是它是做的是不倒翁形状的 就是说它不会倒的 这是吕霄家做的 很好用 而且有意思 我觉得你若是家里边的咖啡器具比较多 磨豆机也比较多 用这个东西来清理 我觉得很好玩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做的咖啡不较真儿的蜜蜂罐 它最主要的功能性还是很明显的 这是我一个多月前放的柠檬片 这是我同时放到这两个罐子边的 这个里面它已经变成黄色的 完全变成黄的了 一点水分都没有了 这个里面它还是绿色的 这个电动抽真空的它的效果真的还是很明显的 那这个罐子它能放200到220克的咖啡豆 这个我真的强烈建议你们家里边 如果也是咖啡豆种类比较多的话 家里边多背几个 真的效果非常好 接下来介绍两款咖啡豆吧 这是低音的咖啡 为什么要做低音咖啡 我之前那个视频已经说过了 因为我晚上也经常喝咖啡 我不想在晚上有这种咖啡因的负担吧 那就做了这么两款 一个是王安全全脱音的咖啡豆 叫做美梦紫色的这款 那一款呢 叫说晚安 它带了20%的阿拉比卡的豆子 和80%的拖音的豆子 那下午我会先喝一杯正常的咖啡 后边的两杯或者是三杯 我都喝这款 大概就是8点到9点的时候 我就会喝做美梦这款 有了这两款咖啡了之后 哇 我自己喝咖啡就完全就没有压力了 想喝多少喝多少 真的是太爽了 首先从味道上来说 我觉得它已经和正常的咖啡豆的味道 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因为它的处理法也好 烘焙也好 带有一点这种酸甜感的这种感觉的 这种咖啡 就除了就是说那种细微的风味 那种水果花香 那种味道 它没有下午和晚上就靠这两款豆子来早C晚C这种状态 这个是海式的半自动液体积 体积很小的同时 它所有的功能都很齐全 它的磨豆机是可以拆卸下来的 另外它出粉的出粉口也是能拆下来的 是清洁还是比较必要的一个点 磨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开关它是一个触点 然后这是它的这个调节的这个磨的这个地方 你看它调节还是很流畅的 这个它机器打奶泡还是打的蛮绵的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慢 因为它是单孔的 这次奶泡打的稍微有一点点薄了 但是它这个萃取呀 打奶泡啊 其实状态我觉得搭配它是蛮好的 OK小伙伴们 今天我就分享了大概这么多的东西 另外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见解你的意见 也都可以弹幕或者是留言 那最后Coffice not serious about life Cheers 我们下个集合计的